木叶村门口 又是百无聊赖的一天 两扇大门就这样敞开着 只有两只小猫小狗在门口打闹 钢子铁与神云出月 充当木叶的门神 也不知道一大早到底是打了几个哈欠 身体甚是疲累 自从听说沙印村的突发事件 木叶村的警戒等级 也提升了好几个档次 在得知沙印顺利解决了麻烦 风影平安归来后 也是放松了下来 待在凉棚下的两个人 坐得浑身不舒服 连狗追猫的游戏也不想看了 好在森林里的犬肿鸭和吃丸 帮了小猫的忙 那个张狂的流乱狗 被吓得夹住了尾巴 鹿丸这个大聪明 早早地起床了 一连起床期的他 开始和自己的闹钟闹起了别扭 每次起的都比闹钟设定好的时间要早 定个闹链有什么用 这就是木叶村日常生活的一些小片段 平淡祥和 满满的幸福 钢子铁与神云出月 还是很有警觉性的 远远听见了千军万马的动静 鸡妈往门外张望 只是清晨的雾气太浓 始终是看不清外面的景象 好在不用让他们等太久 凯背着卡卡西来到了门口 他高呼着自己是第一名 他的得意弟子小李是紧随其后 有他俩在 插颗打魂的笑料真是多得数不清 凯严肃地纠正小李 你不是第二名 第二名是我身上的 卡卡西 小李是一脸的感佩莫名 拿出小本本就开始记 后面的宁刺和天天 虽然从小跟着凯老师 还是无法适应凯和李的劲头 就连元气满满的名人 也是一脸的黑线 凯这就要带领大家 去找火影报到 小鹰弱弱地提示道 看看可怜的卡卡西老师吧 凯这才注意到背上的卡卡西 那是真正的生命垂危 已经翻白眼了 小的迪达拉没把他怎么着 凯快要把他折腾到没气了 木夜的医院里 卡卡西躺在病床上休息 睁眼的那一刻 就看见了名人的那张花脸 接着就是凯般的人 火影和静音走进来 慰问劳苦功高的卡卡西 说实话 此次任务名人纯属是捣乱的 出力最多的 还是小鹰和卡卡西 名人在刚手和卡卡西说话的时候 脸上浮现了诡异的神色 从小到大 没有看到卡卡西老师的真面目 这回老师躺在床上 是不是可以看清了 他拼命地倾斜身子 努力探索着孩子时期 就想知道的秘密 只是卡卡西最美的容颜 是火影的究极难题之一 名人纯粹是做无用功 小鹰看见名人搞怪的行为 一个眼神制止了他 看到卡卡西并无大碍 钢手也让凯班休息一天 明天再做任务汇报 随即转身离开 小鹰追了出去 他有很多话 等不了明天才能和师傅说 在火影办公室的阳台外 钢手潇洒地倚着栏杆 曼妙洒脱的身姿 虽然上了年纪 却更加凸显 成熟的美 钢手静静地听着小鹰汇报 从西那里得来的情报 十天后 位于草影村的天地桥 会有西的内应 去那里和他们碰头 这有助于他们获取 大事丸的消息 钢手怀疑情报的真实性 小鹰解释 垂死之人说的话 还是有一定的可靠性 即使是陷阱 那就直接开战吧 小鹰说这话的底气 还是很足的 毕竟和前代婆婆 联手击败了些 她对小成员的实力 有了大概的了解 虽然她的了解比较片面 卡卡西的状况 需要七天后才能恢复 而天地桥的碰面 只剩下了六天的时间 卡卡西班需要补充些人 秘书静音提出了不同的建议 可以让别的班去完成任务 或者可以加上小鹰 但是 明人作为任助力 必须排除在外 钢手没有同意 在他的眼里 明人首先是个忍者 其次才是九尾的任助力 钢手已经注意到了 明人在天台上偷听 他高声问明人 是不是他想的这样 明人自然给出了 肯定的回答 阳光照在明人的身上 给他镀了一层救世主的光彩 他一跃而下 轻巧地落在钢手旁边的栏杆上 BGM响起 场面很是振奋人心 对于钢手的宠溺 明人一向是不负所望 他要去找徐新的队友 争取尽快组队 出去寻找佐助的下落 在钢手婆婆面前 他有更大的自由度 一如他在三代火影的面前 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可以不用理会那么多的约束 他像小鸟一样腾空而起 飞向木叶村的深处 年轻的脸上充满了自信 木叶村里 明人正在焦急地寻找着新的同伴 一路上 他的心情很矛盾 新同伴实力太弱的话 会拖累他 那还不如没有 新同伴长得太俊的话 又担心会影响了小鹰 正在纠结的时候 存在感极低的智乃 靠在大树上和明人打招呼 固有重逢 明人低头擦肩而过 没有注意到他 是情有可原 智乃觉得自己主动打招呼 更显得有礼貌 然而明人的回应是 你是谁 此话一出 心痛如脚 真是要心疼智乃一分钟 明人凑近了看 这个浑身被斗篷盖住的男人 辨识度很低 直到智乃的身体里 飞出了一个小虫子 才算是有点头绪 可是话到嘴边 依然没有想起来 好在智乃依然啰嗦的 说话方式提醒了他 这不是有女智乃吗 还没等接着叙旧 全肿崖和赤丸从天而降 闪亮登场 明人一眼认出来全肿崖 这让智乃的心情很受伤 赤丸长得那么大 明人倒是有点吃惊 街头的拐角处 初田的出场 还是如流水那般温柔 家人未至 生贤至 初田的害羞一点也没变 面对许久未见的心上人 他只知道躲在拐角处 不敢露面 轻轻的一声呢喃 明人的耳朵就听见了 他望向初田的方向 映如眼帘的 现是洁白如玉的小腿 从下至上扫了一遍 初田也已经是挺挺玉立 最讨人喜欢的 还是羞红的脸蛋 蓬蓬乱跳的心房 留起长发的初田 更有女人味了 只是初田的少女心太复杂 躲起来的初田还在纠结着 如何和明人打招呼 明人那张大脸就靠近了他 看着心上人近在咫尺 急速的心跳 让初田再也控制不住 直接是晕了 渐渐醒来的初田 还在回味着 之前和明人的相遇 虽然自己当场就晕了 可还是觉得很幸福 明人正在劝说 牙和之奶加入他的队伍 只是两个人并没什么兴趣 无奈的明人 又把自己的大脸凑进了初田 对着还没有搞清楚状况的初田 来了一句 什么也别说 跟我走 这样意义难明 容易联想的话 纯情的初田哪里遭得住 直接又是华丽丽的 晕过去了 明人在街头上继续闲过 他找到了陆丸 结果陆丸要筹备中人考试的工作 现阶段也很忙 此时钉刺来了 看着明人到处碰钉子 他答应找阿斯玛老师 问问能不能和明人组队 三人正在商量时 危机出现在陆丸丸和明人的背后 钉刺一把推开两人 挥起大拳头 重重砸在了咆哮而来的狮子身上 狮子化作数点墨汁 掉落在地上 这是左景的杰作 只是这样的出场方式 一点也不讨喜啊 三人看向了前方 左景好征一霞地坐在屋檐上 手上的毛笔还没有放下 左景的皮肤透白 身段修长 完全一副人畜无害的书生模样 明人在陆丸的掩护下 直接冲了过去 左景一记超臭伪化 树头已经画好的狮子 从卷轴上张牙舞爪地飞出 直接扑向明人 从没见过这种攻击方式的明人 一时间有点愣神 陆丸的影子模仿树 已经有了自主攻击能力 一招影缝 左景抽出了短刀 一脸假笑地架住了明人的苦无 那双咪咪眼加上惨白的肤色 看着不像是好人 左景这次来 不是为了和明人打架 只是和他打个招呼 顺便嘲笑一下他不是男人 力气这么小 把明人挑逗得咬牙切齿 左景看到录丸的影缝树 已经开始攻击到他 便不再停留 潇洒地纵身一跃 来到了半空中 一捧水墨缠住了左景 水墨消失 他也不见了 一如身份不明的他 连能力也如此神秘 木叶村的两位元老顾问 找到了钢手 要求只要是有关小的任务 都不要让明人参加 明人作为人助力 原本就应该加以监视约束 不能让他离开村子半步 现在的明人可以自由行动 已经是他们最大的让步 钢手听后是强硬地拒绝了 他可不会惯着高高在上的这些人 他们脸上没有惊讶 似乎早已料到了钢手的回答 钢手的理由也很充分 把九尾名人限制在村子里 实际上并不能保证他的安全 之前沙印村的吴埃罗 已经验证了这一点 明明是在村子的中心地带 还是被小的迪达拉强行掳走 吴埃罗担心波及到沙印村 实力因此被限制 明人随时出去执行任务 可以让小不轻易掌握他的动向 而且明人的潜力很大 又成为木叶村忍者主将的希望 钢手作为火影 确实思虑周全 深明大义 听完钢手的话 两个人还是不肯罢休 钢手再次铿锵有力地告诉他们 自己相信明人的实力 一如自己相信弟弟和猎人 那在额头上的深情一吻 是对最亲之人的眷顾 名人身上那个意义深重的项链 是钢手对他的信任与期望 如果木叶村于火之国 因为自己的决定而陷入危机 那么作为第五代火影 他愿意赌上性命去守护 换一致此 两个元老似乎也被触动 不过作为交换条件 卡卡西班的新成员 由他们决定 这时门被推开 团葬 这个游走在木叶黑暗中的男人 卸身了 钢手一看到他就猜到了 新成员 毫无疑问会是暗部的根之成员 火影是木叶暴露在阳光下的夜 那团葬 就是木叶深藏在黑暗中的根 绷带缠住半边脸的团葬 静静走到钢手的身边 他没有看向钢手 只是看着窗外明媚的风景 在黑暗中待的时间太长 也是特别留恋阳光下的灿烂 团葬出乎意料 没有咄咄逼人 只是要求派一个根部成员加入 至于顶替卡卡西的队长人选 虽然也必须是暗部成员 他却没有强求是自己的人 具体人选 还是由钢手来定 一场交锋下来 大大咧咧的钢手越想越气 总觉得是自己吃了什么暗亏 对于这个高了他一倍的老家伙 他始终有种 有力无处使的感觉 团葬也没有表现出 对他这个五代火影 应有的尊敬 团葬肯定是在憋着什么坏 只是钢手暂时还没有发现 其实在暗部中 他已经物色好了 顶替卡卡西的人选 在和钢手说话间 那个人就出现在钢手的背后 接着沉入了木制的地板中 下一秒 在钢手的对面冒了出来 大和 一个专注绿化建筑30年的男人 终于登上了历史舞台 第一次的登场可以说 还是相当炫酷的 戴着暗部标志性的面具 一副惊悍的样子 钢手说此次行动不属于暗部任务 他可以不用戴面具 并给他取名为大和 这个长相憨实的中年男子 看起来钢手很吸引他 让他时刻注意 团葬安插的人 虽然根已经解散 但钢手总是担心 他会变出什么幺蛾子 大和让他不要担心 小英和名人接到了钢手的通知 来到了村子的一角 等待新同伴的到来 对于他们的姗姗来迟 名人很有意见 约暗处 左颈眯着眼一连假笑的走了出来 嘴里还很气热的打着招呼 一切都是教科书般 待人接物的方式 闻人不在意 之前和名人 那场不大不小的冲突 名人完全被这家伙 吸引了注意力 在村子里 他从来没见过这个同龄人 以至于大和队长的露面 显得那么平平无奇 名人也没有注意到 大和队长的介绍 小英因为不知道刚才的事情 还很惊讶 名人咬牙切齿的模样 吸老队员之间 刚见面就剑拔弩张 那么任务能顺利完成吗 或许团葬 拍座进来的目的 就是这个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 这里是菜鸟动漫社 我们下期精彩再见